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见阿美穿了一件浅粉色的衣裙 正站在镜子面前左瞧瞧右看看 你穿这件衣服真漂亮 把你的好身材都展现出来了 今下赞美起别人来向来不吝啬 阿美有些娇羞 你就知道取笑我 我哪里是取笑你 我是说话时说 你脸怎么这么红 不对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今下在八卦这件事情上向来敏锐 她觉得貌似阿美有事情瞒着她 不是什么秘密了 只是这件衣服是我未婚夫送给我的 阿美娇羞地低下了头 她不似今下那样活泼 一直都是一个内敛的姑娘 未婚夫 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怎么不知道 今下瞪着自己 同龄般的大眼睛问道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 两个人比较了得来 便订婚了 打算十月一假期的时候举行婚礼 阿美若若得道 这是好消息呀 恭喜 恭喜 那我们一会是不是便可以看见你的未婚夫了 今下笑着道 嗯 阿美想到自己的未婚夫 脸有些红了 今下看着阿美这一娇羞模样 心情大好 不知道为何 她虽然知道 陆毅对阿美无异 但是知道 阿美喜欢陆毅 她心中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在意的 听见阿美要结婚了 她除了真心 替她感到高兴外 还有些许的小窃喜 她不知道 这是女人的正常反应呢 还是她变得小气了呢 虽然这种想法不严重 但是她敢肯定 她是有些这样的小情绪在这里的 那我们快些 别让人等急了 今下挽着阿美地胳膊 笑着往楼下客厅走去 换掉 陆毅站在客厅的门口 耐心地等待着今下和阿美 陆毅 今下轻唤一声 陆毅回头 便见今下身穿一身 蓝白相间的歹族服饰 头发被高高挽起 倒是有种大家闺秀的感觉 她看见她浅笑盈盈 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这个衣服漂亮吗 今下一挑眉笑着问道 嗯不错 陆毅如实地回复道 那我们去一起过泼水节吧 你的水枪准备好了吗 今下问道 好了 光拿水枪可不行 我们最好带个小盆才过瘾 街上的人疯狂着呢 阿美想到每年的泼水节 忍不住提醒道 阿美弟提醒 让陆毅眉毛促起 她压低了声音 对今下道 你还是上楼重新换件衣服吧 为什么 你不是说这件好看吗 今下一脸不解的样子 这件浴水变透了 陆毅声音又低了几分 唉唉 是笨蛋吗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不明白 今下看见陆毅的目光 停留在她的胸部 她立刻明白了 转身上楼 嘴里嚷着道 我去换另外一件 待她再次下楼时 已经换成了深褐色的衣服 陆毅上下打亮了 下今下新的衣服 方才满意 今下 陆毅 阿美三个人 带着水枪等工具 来到了街上 与众人一起过泼水节 带走出家门不久 便看见一个穿着 逮族服饰的男子 站在路边 阿美脸刷得红了 今下立刻明白过来 笑着调侃道 人家来找你了 你快点过去吧 那我先过去了 阿美说完便跑开了 你看见那个男子了吗 他是阿美帝未婚夫 哦 哦 你一点都不惊讶吗 今下问道 惊讶什么 阿美要结婚了 他是到了结婚的年龄了 陆毅弱弱地回复了句 哎哎 怎么说 也是暗恋你多年的女孩 你竟然一点感受都没有 又不是我暗恋她 你让我有什么感受 陆毅瞥了一眼今下 切 今下刚切了一声 便被街上的水给泼到了 陆毅立刻将今下护在身后 然而一切都晚了 两个人被浇成了落汤鸡 陆毅牵着今下的手 往前面跑去 一边跑着一边躲避大家的围攻 待看见一个水缸之后 陆毅停在了旁边 将今下护在身后 开始攻击其他的人 哎呀 浑身都是噜噜的 貌似这感觉并不是很好 今下偏偏爱凑热闹 她怎么可能会甘心 藏在陆毅的身后 自然是勇往直前 与大家疯闹起来 哎 算了 她愿意玩 就让她去玩好了